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度昏迷 有几次昏过去了 你想 那这是从身体到精神都垮了 因为太垮了 我估计这老人到现在都不一定想得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一切都太快了 三十年的统治 哗啦 垮了 就在半月之间 什么情况 这几天我看那个电视上开罗街头的采访 埃及人民可都在那儿这枪枪万人行的 这个很多民众闹着要清算 但是也有人说呀 哎呦不妥呀不妥呀 说这个时候先别急着搞清算 这时候一清算国家会乱 好像现在国家还不乱 这个乱呢 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是坏事吧 但是我想这个至少乱当中 我们所挚爱的这个女性啊 她容易不安全 就在本周二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严正声明 这个一般受过性侵犯的女性啊 通常保护隐私嘛 呃不公开她的名字 但是这次声明显然是争得了受害人的本人的同意 就他愿意有勇气面对这个事情 让世人知道 CBS的声明 说啊 埃及这个人民推翻了穆巴拉克 他们走上街头啊 解开罗的解放广场去庆祝 可是就是在2月11号啊 大家欢欣鼓鼓 万民庆祝的这个背后也发生了罪行 令人发指的罪行 说什么 把我们女记者给性侵了 我们女记者洛根 就在这个这个开罗解放广场的这个人群当中 被殴打 被性侵犯 要不说人家西方这个女记者出身都挺好的 这个洛根的 当年做过泳装模特 哎 人称性感火辣 金发美女 而且呢 有理想 有追求 你说39岁了 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 还是越是艰险越向前 说 我就喜欢去战地 采访 就喜欢这种极限的这个体验和挑战 实际上本月初 他们在埃及开罗采访 已经被军方扣留过一次 但是呢 回了美国 他又杀过去 而且呢 就在这次就是即将去采访的时候 还给外边啊 这个发信 跟外界怎么讲啊 说 我天生就要在那 我就要在街头 聆听人民的话 结果 人民就这样告他 当然 人民这个词 不准确啊 准确讲是人民当中 混入了人民当中的200个暴徒 这样 告他 咱们看看CBS的声明 洛根就是受严重的伤害了 华尔街日报讲 说据什么消息人士说 是二三十分钟的性侵犯和殴打 但是没有强奸 那么美联社 就多国通讯社都在聊这事 我注意到美联社聊这事 一个分析性的报道 很有意思 这个报道讲 说埃及男人非常好色 当然你这句话去掉埃及俩字 也一样成立 他这个报道说 就说过去这个国家 他没有打击性骚扰的法力 甚至非礼都不是罪 所以很多受欺负的女人忍气吞声 这个报道言外之意就说 埃及这男人呢 他这是一种漏习 有这么一种习惯 耗这口 但是话锋一转就想 在这次反政府示威的初期 大批女示威者也走上街头 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埃及男人们呢 他用了一个词啊 说都忍守了 都忍住了 就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啊 不搞那个事情 就是不对 不对女人有任何这种行为 哎 他是这么一个气氛 这女记者洛根这事啊 消息传来的时候 我那天刚好啊 是在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的嘉宾啊 徐老徐子东老师家里做客 他当时一听这事啊 他第一反应 他说西方这女人啊 女记者啊 你现在你在那没有保护 肯定是这样的 我说为什么肯定是这样 他给我讲了一个意象 是我没想到的 他说他几年前 跟着这个家人一起啊 到埃及去旅行 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们是坐着游船 从尼罗河上 一路这个走啊 就走到开罗 他说 我跟你描述一下这个场面 在尼罗河里的游船上 这个西方游客啊 好多女游客啊 穿着比基尼游泳衣啊 这个花枝招展 手拿酒杯啊 在这干什么 交涉淫逸吧 算是啊 这个游船在尼罗河里航行 这个游船的船舰边上 是一圈 拿着枪的埃及士兵 保护游客 保护西方游客 因为前些年确实发生过 在埃及西方游客 被被被被被 残杀的这种惨剧吗 好保护 在这西方游客的船 在尼罗河当中航行 然后在河岸边 他见到 很多 埃及的人 就看着河中心的游船 上面的西方游客 他说 不是他多疑 甚至说连家里的女眷啊 都觉得害怕 就是说 他说他见到的 每一个 埃及的这个人 看着这个 他的眼神啊 他觉得这个眼神里边都是恨 至少是一种 愤怒 不友善 甚至 有一个人 一个埃及青年 都能跟他聊啊 聊的这个这个 慷慨激昂的 说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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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文嘛 Egypt 这是你们 美国人 你们西方人 你们这么叫我们的 国家 我们自己 叫我们的国家 还是 他们有他们的一种语言 就那意思就是说 Egypt 是你们 这么叫我们 我们自己 叫我们的国家 是什么 你看看这种 这种感觉 所以 他听到女记者洛根 这个时候的遭遇啊 他会有这个反应 当然 这是 徐老师的个人观感了 但是呢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中 揣摩一下 就说 埃及的人 尤其是底层民众啊 他们这个长期以来 面对西方 面对这个生活社会的改变啊 面对 老美 面对这个 美国支持的 穆巴拉克 这一切 他们这个心里啊 是个什么滋味 啊 但是我們在忙嗎?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就照我以为我自己知道的 浑说一下 1月25号 这日子真寸 埃及的叫警察日 这警察日是干什么的 咱也不知道 反正这一天埃及人休息 那么埃及人休息干什么 好多人就上网 他还不乱上 都上一个叫哥宁的人 在Facebook上开的网页 哥宁是何许人也 这个咱们留一小口 待会再说 但就说 他们就纷纷上 上去之后又动作 纷纷把自己的头像给改了 换上什么 红黑色块 然后下边纷纷标注 1月25日 就是埃及的警察日 1月25日 1月25日 这种字 咱像这不懂的人闹不清 这是在干什么 人越聚越多 到后来 至少吧 超过9万网友 都在这网上 留一句话 留言 为了终结 贫穷 腐败 失业和折磨 拼了 几个小时之后 开罗亚历山